每一台造型迥毅 瑪莉與遙控都掌握得已的 海上吸塵器遙控船大比拼 各校精銳進出 在限定的時間內打撈 互相較勁誰撈得最多就獲勝 加油加油 進入總決賽的國小組 槓西對上暖暖 火力全開 趣味十足 恭喜槓西投降獲勝 最難的就是要車這個福利 有時候會偏一邊 這個時候就要去挑 花了滿久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很開心得到冠軍 也很榮耀來參加這個比賽 我們打到四十強超級好玩 最困難要挑戰的 它的速度還有它的轉彎性能 國中組的馬力更猛 選手們集思廣益 發揮創意 高中組的就直接在海上舉行大賽 朝海科館 國際教育廳遙控 每一台設計各具巧思的海上吸塵器 在長潭嶺漁港打撈 最終希望能夠解決 海洋環境污染的問題 設計了三個月 然後我們用風力去操控 你覺得裡面最困難要挑戰的是什麼 那個操控 操控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有延遲 因為有延遲 然後還有那個連線的問題 吉隆市教育處處長杜國鎮 也到現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今年我們擴大舉行 透過社會教育的學習 資訊教育的學習 來去解決問題 加油加油加油 海上吸塵器競賽的參賽選手 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 48隊超過100位學子 利用所學替海洋環境盡心力 希望孩子們從小接觸海洋 進而愛護海洋 同時培養跨領域應用的思維 共同創造永續發展的未來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